刀宝人飞刀流简 把高丘吓得是亡魂皆冒 冷汗直流 哎呀 一刹那这整个太区 就像开了锅一样 简直都乱了套了 呼声喊声叫声 什么前院后院东西跨院 坑哥们儿子 接了嘎嘞 勾勾缝边连号座全翻了 直闹得大天大亮 什么也没找着 高丘手里就攥着这张字简 说什么他也不撒手 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他就把他手底下 那帮文人青客都找来了 哎 高丘手下专有这么一拨人 文弄墨 平常啊 就给他什么提个诗啊 打个队啊 猜个字破个门 圆个梦编个词 哎 反正也没别的事 把这张字简 他交给这些文人 有个鱼猴就拿过来 这么一瞅 嗨嗨 太狱啊 这是一首灌顶诗啊 呃 何为灌顶诗啊 高丘再浑吧 他也明白灌顶诗 今儿他是让那和尚 给吓迷糊了 太狱您看 这写的很清楚啊 第一句话是生平英雄 胆气豪 应该把这生字给他拿出来 第二句 铁骨铜金五亿高 把这铁字拿出来 佛门受戒十年苦 用他这个佛字 盗去保护任逍遥 这就是生铁佛盗 哎呀呀 太狱这有您好大胆量啊 不得从太狱服把国宝拿走 而且还留下了名信 这真是吃了雄心 吞了泡胆啊 高求这气 你别在这给我拽了 怎么办呢 自己身为精英殿帅 在太狱服把国宝丢了 这在皇上面前怎么交代 再者说这东西是私藏在我府的呀 要让天子知道 他得降罪于我呀 我无论如何得把这国宝找回来 哎呀呀 这怎么找啊 虽然自己身为精英殿帅 统帅着八十万进军 我也不能带着这爸爸十万军队 围着这东京汴梁 找这破和尚啊 他这点心思 叫他手底下鱼猴给看出来了 就有人给他出了个主意 哎呀 我看您不必捉急 不用上火了 此乃 区区小事 高丘差点把他掐死 就这么大事还区区小事啊 哎 一琢磨不能掐他 他这给我吃开心玩呢 先生 怎么见得是小事啊 哎 学生略献一小册 就等将盗宝之人抓进太阳府 您啊 还是去找一找开封府尹吧 虽然宝贝是在咱府中丢失的 新生高见他 这时会儿高求脸上才有点笑文 他连下三道同服令 又给开封府尹写了一封亲笔信 信写得十分客气 而且也很含蓄 信的内容大意就是国宝反正丢了 虽然在我这丢的你也有责任 说明东京汴梁的地面不太平 如果万岁要是降罪下来 不单怪我你也跑不了 高求耍这套手段 那不用回家取去啊 顺兜就往外掏啊 他静着搜主意 这信送到开封府 如今开封府尹呢 已经不是包文正包的人 要是包的人 呱把这信就给他顶回去了 根本不厉腾 现在开封府尹姓齐明文清 齐大人 齐大人这个人呢 还是不错 也称得起是个清官 因为他坐的是到处南崖开封 这底儿好 据说现在在大堂后边 那龙头杂虎头杂什么杂 都进了供着呢 这儿不许来斜的歪的 可是这位齐大人 也惹不起蔡京阳检高求同贯呢 他心里也是暗据三分 接着信之后 他就没敢升堂 悄悄的 拜开封府的三班大独头 给请了 开封的三班独头是哥俩 这哥俩可了不得 一位姓何叫何兴旺 人称三手将 一位姓崔叫崔殿杰 混号人称循海叶长 秦师兄弟 哥俩都五十多岁 手底下是徒弟一大方 徒孙一大片 陆武爷啊 你说长拳短打 十八班兵认是样样精通 老哥俩自从在开封当差以来 是抓差办案 捕着拿贼万丈高楼脚下踩 就得挖坑不嫌窄啊 不管什么难办的案子 只要到了这哥俩手底下 不出五天 这案子就得破 在东京汴梁一提 这老哥俩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可是哥俩进来给大人试完礼之后 把高求的信接过来 这么一看 两人就愣了 为什么 有人上太狱府去偷东西 说明来人是来者不善 其他人就跟这两位商量 二位都偷 我给你们三天线 能不能找出点下落 哎呀 大人 这三天线啊 核心望面有难色 崔殿杰看出来了 冲他师兄递了个眼色 那意思 别争了 争也没什么意思 访一访看看吧 既然这个破和尚来到太狱府 偷东西 大概他也不仅仅是冲着高求 也许呀 想给开封府抹点黑 咱们不妨就会会他 核心望就没妄下说 其他人一看 那就这样吧 二位 只要能仿寻找盗宝人的下落 下官 定有重伤 谢过大人 我等告辞了 两位都偷抱拳兵手 从打旗子人的书房出来 回到了他们的班房 把徒弟们叫到跟前一商量 这些徒弟一听全火了 一喝 这谁呀 难道是向掌三头 尖声鹿背 站起了顶他肩 坐下压颤的地 红胡子蓝点脸 他也不低了四两棉花 在东京汴梁周围这地方 房房 咱们爷们是不是那省油的灯 咱还是那废油的灯 海德顿 核心望一百首别提 这省油废油了 咱们还是找一找看看吧 接着就把人马撒下去了 三天的时间 一眨眼就到 和尚 连老道的影都没看着 东京汴梁这出家僧人还真不少 可就没有一个太语府出现这模样的和尚 又续了三天线 还没找到 又给了三天线 还是时辰大海 这回高丘可火了 哦 跟我支舞堂赛呀 他能不火吗 离九月九月来越近了 眼看 黄生就要用这把保护 大焰群臣了 他交代的了吗 你说他能不着急吗 高丘压下一道屯服令 告诉开封府尹 这三天要是再办不到 他们也不用去找了 我就把和尔哥俩的全家老朽 全都抓起来 为什么 你们这地面出了这个事 这案子出来之后破不了 一直就这么拖了着 哼哼 不用问了 这俩都头和这和尚 准是一块的 高丘这招可真毒啊 开封府也受不了了 当即把两位都头摁倒在地 就打了四十板子 老哥俩一块当差几十年 办案几百起 从来也没受过这个委屈 这几十板子打的 哥俩都出不了开封府了 那脸臊得跟大红布一样 徒弟徒孙都一帮了 摁在那儿劈着啪啪叫人揍一顿 你说这俩往哪放啊 上吊的心都有啊 还办什么案呢 老哥俩回家 一头挡在炕上 趴了三天 没起来 到了三天头啊 高丘是说得出 做得出 他立刻派来二百飞虎军 把崔和两家围了个风雨不透 上至八十老母 下至刚会跑路的娃娃 全都深胚铁链 向代长家 抓起来就走啊 二话甭吠 哎呦 孩子哭大人叫 可就把这周围的邻居都给惊动了 平常素日 这老哥俩在这了不得啊 好多人家都羡慕 你去人家老哥俩 从小学艺在一块 出师之后没分开过 虽然一个姓崔一个姓和 就像一家人似的 特别是三姐两寿 贺客迎门 车马大叫 多威风啊 今儿这一看啊 也够可怜的 哎呀 看来真是当差不自在 自在别当差啊 武士们刚要把崔和两家的人都带走 就在这一公分 人群里有人喊了一声 迷迷活缝 哎 高丘府中的武士们都愣住了 就看从人群里挤出一破和尚来 哎 正是 正是那天晚上在房生站着 手托宝贝的那个和尚 他这是自行投手啊 二话甭费过来 哗啦一下 就把这和尚给锁上了 这和尚有个要求 什么要求 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不连累和崔两家 你们必须得把他给我放 放 放了 哦 这位感情说话是个结语 磕吧 好吧 当然我们得把这些人放了 武士们把崔殿杰何心望两家全给放了 崔和二位 心中是暗暗赶记这个僧人 走吧 压着这和尚一块 到太阳府 来到太阳府这会儿高求一听 怎么着 抓住了 嘿嘿 还是我这道同服令的力量啊 我要没有这两句话 怎么能抓这么快 太阳封府人来呀 升堂 何锤俩读头不能走 为什么 得落案之后 太阳审讯完了 把这个盗宝人掐肩入了狱 他们俩才算完差 这功夫高太阳就吩咐人升白虎堂 他要亲自审讯这个盗宝僧 这大堂还没等升呢 打起来了 谁跟谁打起来了 云炳红就那花枪将和盗宝僧动了手了 和尚被压到了这个太阳府 云炳红就瞅着他生气 就凭你来到这把国宝盗走了 你这是盗宝吗 纯属是摘我们兄弟的牌子 宝贝没了 怎么没的 先弄个小火球呼啰我们 我们没明白 还拿他当时一笔财呢 感情是你做的鬼把戏啊 这时候方程和云炳红才明白 那小火球的名字叫 以火流光法调谱离山记 正因为小火球把他们引开 所以和尚才进屋拿着那个宝贝 云炳红一想 今儿我得让你知道 知道我们的厉害 他想要琢磨琢磨这盗宝僧 云炳红伸手一抓这铁链子 啪 练碗了三扣 那谁受得了啊 要把和尚给勒死了 这和尚一转身 啪 就来了一腿 这腿的名字叫倒梯紫金关 和尚是想玩个票 露这么个一招半手的 让你知道知道 我不是省油灯就完了 谁知道他脚的这腿没使多的劲儿 这一腿扑了一下 正好踢在云炳红的小斧上 噔噔噔扑 噔的一声 给踢死了 和尚当时就愣了 他没想踢死云炳红 一无仇二无恨 想给他一脚 叫他知道知道自己的厉害就得了 现在一看伤了人命了 这是误伤 跟谁说去啊 和尚一想这官司我不能打了 想到这会儿 他俩手指的用力 这么一腿嘎啪的一声 他把链子给撑下来 哗啦把链子往地上 咱们一扔咽跺脚疼 没耳了 和尚二维就在旁边看着 就刚才这一腿 把俩都头给踢傻了 这腿怎么踢这么漂亮 漂亮是漂亮 都出人命了 哎呦呦 太玉府的武士就围上了 那和尚把云江就踢死了 和尚二维还明白过味 对啊 不能叫他跑了 你看已经没耳了 这功夫太玉高求已经升了堂了 他一听什么 踢死了我的云将军 盗宝僧跑了 哎呦 他是能钻天还是能入地 哎呦 气得他要在何兴望催电节 身上放放火 高求眼珠一转不能 我还得用这俩人呢 我得来个羊毛出的羊身上 吩咐人把两位都头给请过来了 一人给了一百两银子 这算对他们的酬劳 因为你们把人给我抓住了 现在人要跑了 我还跟你们要 俩都头明白 高求使的是手段 可是连大气也不敢出啊 硬着头皮就把这银子揭到手里 还得千恩万谢 从打太阳府出来 继续再抓 上哪抓去 这次根本就不是抓的 人家盗宝僧要不从人群里出来的话 恐怕他们哥俩连影子都看不着 高求可真厉害呀 这不以毒攻毒吧 他吃惯甜头了 非拿我们俩砸法子不可呀 大干一挤着我们呢 那盗宝人就自动又出来了 哪儿静哪儿事儿啊 俩人回到衙门 把徒弟们找到跟前 商令了一番 上哪儿找去呀 就一个地方没去了 大相国寺 为什么没上那儿去呢 那庙里的僧人都是有根有盘的 外来的和尚到那儿挂单 你必须得说出此无谋有来 不然人家不收留你 就这破和尚上那儿挂单也没理他呀 所以才没上那儿去 这个呢 咱们就碰大运碰碰试试吧 老哥俩做了一番安排 把徒弟们分正东正西 正南正北四面八方都打发出去了 他们俩人收拾了收拾 按带着兵器 就奔向国寺来了 两位大都头在东京汴梁 这样土生土长 哪儿都特殊啊 来到向国寺这儿 他们也没心看什么热闹 向国寺这地方可不是一般的所在 非常繁华呀 俩人干走的那向国寺的附近 就看前面那儿围着一大圈子人呢 和这人都里三层外三层的 喝彩声掌声不绝 何崔二位也挤进来了 在他身后边 跟着几个徒弟 他们挤的人群里头这么一看 原来这是个靶石厂子 有两个打靶石卖艺的 是练功夫练出来的好吗 不是 这俩卖艺的正挨揍呢 练靶石的挨打 他能不招人看吗 这俩靶石匠都三十多岁 是一高一矮一胖一瘦 只见在厂子当中站着一个小伙子 这小伙子长得太漂亮了 年纪也就在二十岁出头的样子 瞧那张脸是白扑扑粉如如红润润水灵灵的 一双细眉向上高挑 两只大眼造白分明 鼻如玄胆口子担珠圆宝耳头 在头上戴了一顶粉灵色六棱抽口状帽 甩头嘎的筋 顶门上高挑瓷格叶 左边边戴一朵绒球 有顽口大小 那叫英雄胆 头不动胆不动 头要移动那颗胆是秃秃的乱颤 他身上穿着粉灵色的绑身口 左的金寸白骨头扭扑大直撞 白绒绒盼着石子盼 要杀以巴掌棍撕乱大胆 粉灵色兜胆拱裤脚底 一双粉断的薄底快靴 英雄大厂在旁边那放着 嘿这小伙子这个笋真比大姑娘够笋啊 站在那就像一朵花似的 好像三月的桃花六月的荷花带雨的梨花 大朵的牡丹花呀 怎么小伙子长了个姑娘像呢 哦 这叫男生女像 必有贵样 小伙子不单长得漂亮 手脚还干净利索 把这俩把像给打的呀 是这个躺下那个起来 这个刚起来 又躺下了 都让人给打晕了 小伙子也越打越高兴 打着打着 他一转身板着一下 来了个倒踢紫金棺 哎哟 人群里边的两位都头一瞅 我说 这腿踢的跟那道宝僧一模一样啊 一点都不差 哈哈 感情在这儿呢 这真是踏破铁鞋 无迷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哥俩把人群一分就进来了 装作圈架的样子 算了吧 算了吧 他们卖艺也不容易 这何苦呢 小伙子还委屈呢 我没有别的意思 只想帮帮他们俩人场子 因为没人看他们练 这俩人倒把我给骂了一顿 他要不骂我 我也不能伸手打他 哦 那就不用说了 来吧 话音没落 崔贱姐 一头手 哗当嘎当 用铁链子就把小伙子给锁上了 咱别在这儿说了 哪儿啊 开封府说去 说的话 把英雄场给小伙子配上 带起来就走 那俩把式将也吓傻了 看热闹的人呢 都散了 两位督头 把这小伙子给带进开放 告诉守抵徒弟们 不要难为他 要吃给吃 要喝给喝 先把他放到一个小屋里 刚把这个小伙子 给推进那小屋子 有一个人跑到了两个都头的面前 师父 那和尚叫我走着了 这人乐得都要哭了 何崔二位一看 说话的不是旁人 是俩人的最小的个小徒弟 叫王小顺 任宋一号 野猫的眼 他办案白天从来不出去 因为白天瞧蒙眼 什么也看不明白 晚上看得何远 崔变天砰一把手 就把他给抓住了 你真看见了 我敢跟您撒谎吗 真看见了 在哪 就在奎兴阁 哦 好了 今夜二更 咱们前往奎兴阁 政府完了之后 老哥俩抓紧时间睡觉休息 天黑以后 搜选了二十名精明强盖的捕怪 带着王小顺 就奔奎兴阁来了 来到这儿 推开了这阁扇门进了 一看奎兴阁里边是空荡荡 一个人也没有 谁没事上奎兴阁干什么呢 两个都头心中暗想 这家伙是跑了 还是没回来呢 不管怎么说 既来之则安置 今儿晚上 咱们哪儿也不去了 就这儿了 他悄悄的吩咐徒弟们 在寺外全都埋伏好 没有我们两个人的手势 谁也不准动 那么白白在这儿趴一宿呢 咱也不算冤枉 不管怎么说 反正把这地儿算找着了 这两个都头心里最有底的 是王小顺绝不敢在两个老师跟前撒一句谎 他们一直在这儿等到三晶天 哎呦 这灰心鸽这瘆人哪 天智三更 一点动静都没有 周围趴着的这些人哪 连大气都不敢出 这时候要有一根针掉在地上 当郎一声 都得像打个雷似的 如果说有点动静 那就是微风吹动 角楼四周精巧灵 换了吗 想一想 更甚人哪 三根骨已经打过了 这奎心鸽是两层 何崔二维在上边藏着 他不仅能看到奎心鸽周围的环境 还能看出老远去 猛然间 老哥俩就发现在那远处马道上 就那城墙马道 出现了个小黑点 这黑点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近 原来是一条黑影 直接就跟奎心鸽跑来 跑到奎心鸽的门口这 这人一挺身站起来 俩都头差点喊叫出来 就是那盗宝和尚 只见他背着手 站在门口这侧耳听了听 听听寺外有没有什么动静 然后他轻轻用手一推阁扇门 打外边就进来 灰心鸽子里边特黑 黑的伸手不见五指 对面都看不见人 何摧二维和捕快们在这待的时间长了 看什么看得清楚 和尚刚来 他看什么都一传黑 闭了闭眼睛 拢了拢神 然后他把眼睛睁开 只见他两个大眼珠子这么一逛 好像他发现 这已经来过人了 所以他凭不呼吸又仔细听了听 没什么动静 和尚这才放心了 只见他抬起手来 就在西面这个墙上 扒下三块砖来 尤打那墙里边 拿出一个小包 和尚把这包颠到手里头 他就有点纳闷 这包好像分量挺轻 他知道里边装的是什么 什么呢 就是他从太阳府 偷出来的紫金八宝夜光壶 和尚赶忙 把这包裹打开了 这么一看 啊 骨头 俩腿软就坐在地上 国宝紫金壶不见了 那包里包的是一个 称托